多謝主席 主席,剛才聽了很多議員發言 都是就著UGL事件 梁振英、李寶蘭、ICAC現在的震盪 這些全部都是很重要 需要深入去調查的一些問題 所以我本人是發言支持 林卓廷議員所提的這個動議 我認為是有必要 但是我想花未來的十多分鐘 是講一講 因為已經有很多議員講了UGL的問題 講了梁振英和李寶蘭事件等等的問題 我不想用這個機會去深入討論這個問題 因為其實現在我們面對的問題是更加大 是現在制度上究竟出現了什麼問題 為什麼廉署成立了這麼多年 當年剛才有議員說 廉署是百年老店 但是其實應該是1974年才成立的 但是 這個廉政公署的工作 向來都是這麼重要 誠信 它的權威也都是這麼重要的時候 為什麼現在開始有這麼多市民 香港人是質疑 現在廉署的工作 或者是認為現在特區政府 在這方面的工作 是做得不夠好 未令人信服呢 其實原因很簡單 就是過去四年來的政府 在廉政公署的工作上面 都是做得不能令人信服 司長 你會記得四年前 我第一次提 作為議員 一個口頭質詢 是問什麼 是問你 什麼時候會落實 李國能首席大法官 在2012年5月 提交那個獨立報告裡面 那35點建議裡面的措施 我問司長 你什麼時候會落實 你記不記得 當時我第一個 考頭質詢就是問這件事 因為 大家都知道 那個制度是出現了問題 是很需要改革 而當中 關乎特首的是什麼呢 就是報告裡面說 提到要將現在那個 防止賄賂條例 第三條 和第八條 延伸到去特首嘛 這個報告裡面 第四段 第四段 第四點九十段 到四點九四段 講得很清楚 李國能首席大法官 用了很仔細的字眼 去告訴我們 為什麼他認為第三 和第八條 是需要改革 怎樣去改革 我問了你四年了 司長 那四年來 究竟局方 在這一方面做過些什麼呢 司長 你就是答我說 研究 研究 其實研究些什麼呢 你說憲制上 當然 行政長官的地位 是不同 和其他公務員 所以你要研究第三條 和第八條 怎樣改 但是 首席大法官 前首席大法官 李國能已經在報告裡面 講得很清楚 教你怎樣去改 他建議 成立一個獨立委員會 由立法會主席 和首席大法官 聯同 去成立一個三人小組 這個三人小組 是兩位 由立法機關的主席 和由司法機關的首席大法官 一起去委任的三人小組 去看行政長官收受利益的時候的問題 在第三條 在防止賄賂條例 第三條 就是這樣去改 而 首席大法官李國能 亦都講了怎樣去改 認為這樣在憲制上 是沒有問題 是可以做到的 而第八條 延伸去行政長官 亦都是可以做到的 這一個報告五年前 2012年5月的時候 已經講得很清楚 教了你怎樣講 過去四年來你們做過些什麼 沒有 是零 我問過很多次 每一次司長都回答我 說 研究當中 司長 我希望你相信我不是抽水的人 真是不是抽水的人 但是這一個問題 是 我們真是問了很多次 而司長局方都沒有回答 過去那個暑假 有些空間的時候 我在想 未來那一屆 我們不可以再等政府 自己去做 因為很明顯 政府是不想去改革 現在那個 防止賄賂條例 令到它是可以包含特首 所以我自己 用了一個禮拜時間 去做了一條私人條例草案 去改革 現在的防止賄賂條例 第三條和第八條 我可以告訴你 司長 如果跟著我自己一個人 跟著李國能首席大法官的報告裡的建議 用了兩日時間 就寫了一條完整的私人條例草案出來 而這條私人條例草案 我已經是交了給律政司 跟他講 說我希望在今屆會期提交 我們現在等著律政司的這個專員 是回覆我 說這個是合這個立法的規格 如果一收到那個證書的時候 我會馬上提出 各位議員 如果你真是愛惜ICAC 認為是百年老店 認為是這個ICAC 那個聲譽對香港那麼重要的 我希望你看一看 李國能首席大法官那個報告裡面 很清楚的建議 怎樣去修改這個防止賄賂條例 不難做到 但是非常之重要 如果有機會 我也都不介意跟你一起討論一下 我這個私人條例草案 如果大家有意見認為我改得不夠好的 我非常之願意去聆聽各方面給我的意見 去令到這條私人條例草囊 是可以做到 但是你不要說 說現在那個防止賄賂條例是不需要改的 是沒有漏洞 是沒有問題 因為由1974年到現在 是時候去檢討 這個廉政 這個防止賄賂條例的條款 第二樣東西 就是 過去那幾個月來 大家不知有沒有留意到 前 廉政 專員 The Spitfield 回到香港 在港大做過一個講座 他是講 這個 廉政公署的運作 和現在 在《基本法》底下 究竟有什麼可以改善的地方 剛才有議員提到 當然就是《基本法》第五十七條 他講到就是 廉政公署是需要獨立運作 向行政長官負責 這個很清楚 這個很清楚 但是問題是 現在的《廉政公署條例》 《香港法例》 是否符合到這個《基本法》第五十七條的要求呢 是做不到的 因為為什麼呢 就是雖然《廉政公署》要向特首負責 但是《廉政公署》同樣呢 所以他覺得他的工作 就是他不能予到 受到外界的干預和影響的 但是現在的《廉政條例》 你看到現在的《廉政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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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第五條那裡講的 就是要受到 這個行政長官的控制和命令的 李卓人議員 這個亦都是不符合《基本法》第57條裏面 講到說行政長官或者任何人都不能夠干預 這個廉政公署的工作 所以就是當時De Spitfield 他亦都提出就是其實現在是時候 去看一下怎樣去改革這個廉政條例 令到廉政專員是真是能夠獨立不受干預 他們去運作的 而廉政專員的委任、任命等等的安排 其實都可以更加透明、獨立 令到市民對廉政專員和廉政副專員的任命和安排 是更加有信心、更加透明 我想問在座的議員 其實你們明不明白 就是現在我們看著的是一個制度的問題 遠超於梁振英或者UGL 就是去講這個制度怎樣可以做得更加好嗎 為什麼我們不去想一下 怎樣去改革現行的法例 令到它更加符合《基本法》第57條的要求 郭榮鏗議員 我們現在就不是講廉政公署的問題 現在是林卓廷議員動議 是要有一個專責委員會去調查廉政公署白運六 取消李寶蘭女士處任的問題 或者你回來這裡講好嗎 主席 其實你沒有理由聽不明白 我現在發言 我聽了九分多鐘 我都不是很明白 還有現在我講的是 為什麼林卓廷 好啊主席 為什麼現在林卓廷要去調查這個廉政風波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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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明 主席 College 梁國雄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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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卓人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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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卓人議員